小賴 你家伙怎麼會賺呢 賺好多 比你的兒子多 那090你也好會賺 你現在好紅喔 應該賺很多錢吧 比你們全家的多 新年快樂 快樂 我們先跟我們一本來的觀眾拜年一下 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 農年新大運 就是每年都被問什麼結婚啊 然後什麼賺多少錢啊 這種 小賴 你家伙怎麼會賺呢 賺好多 對 我就說沒有啦 他說多少多少 他們就是死掉一個數 我說比你的兒子多 然後 你真的這樣回 那他怎麼 他的反應是什麼 這個回法很有用 因為如果你會說沒有啦 幾位數這樣 那個七位之類的 他說七位多少 七位有 就一個主角 一到九這樣 還要問到這樣 然後我就說就比你兒子多 然後他就不敢講 我就說 那090你也好會賺 你現在好紅喔 應該賺很多錢吧 還好啦還好 多少多少 可以跟阿姨講嗎 比你們全家的多 這個應該會安靜的 老一定會被問說 什麼時候要生小孩 對對對 還沒啦還沒啦 什麼時候啊 爸爸媽媽在吹 我準備了嗎 生的比你生的還多 他還要生 他還要生 他其實這樣生的還 沒有你就說 我們跑路好不生 你要講出一個很尷尬的 你要講出一個很尷尬的回答 阿我就說還沒阿 阿沒有 他剛剛就說什麼時候要辦 婚禮 工作重要阿 婚禮什麼時候要辦 一定會下婚身體 嗯 準備好就辦阿 什麼時候要辦婚禮 我會邀請你阿 這樣可以嗎 這也偏不孝順 一定也會有人問090 090你哪時候交女朋友要結婚 好像不會 我家裡沒有在 之前可能會啦 現在不會 我現在過了一個 沒有就過了一個康展 好像就不太會問 還有很麻煩的嗎 什麼時候買房子阿 什麼 啊 什麼時候要幹嘛 那他怎麼可以買 買了 喔 哈哈哈哈 買了 你放得多大坪數 這麼細 好像不會問到坪數 沒有 因為通常在 他是房仲吧 在家裡只要說 你買了嗎 他說買了 大概完全閉嘴 應該問買在哪 什麼類似 就騙啦 好逼人喔 公司有多少啊 公司有多少啊 公司也是房仲啊 你一坪買60萬喔 對 跟哪一個房仲買的阿 是意義嗎 還是合用心 等一下 你有被問是不是 我其實我都還好 我回去就是 就讓我困擾 就是親戚朋友 會帶他的朋友的女兒 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女兒的朋友也要來 拍照吧 就拍照 然後要簽名照什麼的這樣子 他都會給嗎 會給阿 我就回去就會準備一點 就是發 像發紅包一樣 你說簽名照啊 簽名照啊 然後他們就會把 醜包的錢直接拿出來看 然後說 好爽喔 才又爽 對 好爽好爽 然後我說 那你沒有 但是一定有阿姨會說 林九 你現在很紅啊 很會 介紹這邊隔壁的 王小姐阿姨 你女兒 動作對 看看照片啊 先看 先看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認識一下 交朋友 交朋友而已啊 我希望 我們五間琴可以 去更多地方 扮演唱會 然後我們也會有 新的作品 跟大家見面 一定會有嗎 對 哈哈哈哈 那還又希望 一定會健康 身體健康 對 因為他們現在都不健康 哪裡不健康 因為他腰受傷啊 腰受傷 什麼了 怎麼了 運動的時候 健身的時候 腰很重要 真的 對你們願望 夢大成真 耶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